从合作昨儿时就和欧豪传出了绯闻的金马影后 马思纯正在横店拍着将军在上 要知道两人早先就曾被媒体爆出过 进入同一家公寓 却遭到了双方的否认 最近被拍到同区了 当天晚上马思纯从剧组收工回来 紧接着欧豪和马思纯隔了十米左右 前后脚也出现了 穿着一身黑还戴着黑口罩黑帽子 两人前后脚进了一间房 而这正是马思纯助理的房间 这难不成是好友婚居的节奏吗 没待一会儿 大概晚上七点多房门开了 欧豪跟在马思纯助理身后走了出来 后面还跟着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姑娘 妹子边走边回了一下头 此人正是马思纯 两人一前一后进了旁边 有一间房之隔的马思纯的房间 晚上十一点钟 短发女和男助理也相继离开了 后来男助理又去而复返 回来拿了充电线 突然夺门而出快跑离开 难道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 在他冲出来的时候 恰好能看到给他关门的身影 穿着KT恤 看身形是个男人 看来欧豪老弟还没有离开的意思 等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 轮到欧豪的助理来敲门 过了会儿 欧豪也从房间离开了 小情侣的恋情终于被五哥坐实了 这孤男寡女 在双方团队的默许下同住一间房 如果这都不算爱 还有什么可期待呀